快看快看 这就是他们这里 真的很厉害的饮料 这是近期被网美疯传的 热门打卡冰淇淋店 不只好吃 连现场的布置都很少女心 这间网美餐厅 它其实是三层楼 那每一层楼的风格都不一样 从你一刚走进来 你就会看到它的大门 真的是非常漂亮 就粉紫色有宫殿的感觉 上面还有垂掉一些紫藤花 再来走进来就会看到我这一边 它其实下面是小小的沙地 再来就是这个 你坐在上面 你真的会觉得好悠闲 晃了晃 好像自己在度假一样 那在里面一点点的地方 它就有图腾的桌巾 还有一些靠枕 感觉就像是中东风情一样 来到三楼呢 你就真的是会被吓到 因为这里居然有个 像这样的小泳池 是不是很美 这边有很多人都会来这里取景的 再加上你看 阳光非常充足 而且还有一个 很像摩洛哥来的地毯 所以你在这边 真是怎么拍 你都可以拍出有度假的风情 快看快看 有没有很度假 有没有很浮夸 这就是他们这里 真的很厉害的饮料 先来介绍这一杯吧 这杯是饮料深海传说 为什么是深海呢 其实看颜色就已经知道了 下面这个呢 其实是他们用南干吉 还有可耳必斯去调出来的饮料 那上面这个呢 很明显有没有看到一个 美人鱼的尾巴 它其实呢 就是在讲一个故事 美人鱼就一头就栽进 这个冰淇淋里面去了 那其实除了这个美人鱼尾巴 还可以看到上面这一颗呢 是他们花架果子 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脆脆的好好吃喔 那其实啊 这边还有放一些很可爱 像是贝壳啊 或者是海鲜的 那他们就是用一些 像翻糖啊 或者巧克力去做出来的 全部都是可以吃的喔 吃完冰淇淋呢 我们来喝一下这个大海的饮料 嗯 欸你知道 酸酸甜甜的 而且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气泡 这家可可比斯的味道 所以这杯呢 真的完全适合夏天 喝进去整个就是超畅快 再加上我现在又在泳池里面 完全感受不到夏天的颜色 是不是很羡慕啊 这杯呢 它其实叫做粉红怪兽 它除了有这个脆皮甜甜圈之外呢 它就用一些棉花糖啊 还有翻糖这样叠起来 就看起来很可爱 还蛮梦幻的 就发现他们这一家店呢 其实把所有东西都弄得真的是很精致 那这杯饮料它是粉红色里面加了什么呢 它其实是玫瑰还有养乐多去调出来的饮料 你知道我光是这样闻 就已经闻到很浓的草莓味 尤其是呢 你仔细看 你还可以看到有草莓的果粒在里面 完全不骗人哦 这杯它没有我想象中的甜 因为我原本想说 它是用草莓果酱去调出来 那可能是蛮甜的 但这杯呢 其实应该也蛮适合男生喝的 就是怕太甜的男生 就可以点这杯 陪你们的女朋友 或是女性朋友过来这里呢 可以好好享受一个下午 喝完饮料呢 我们现在来吃一下这个脆皮甜甜圈 你知道我光是抓到它外皮啊 就是你感受到它皮是很脆的 而且上面好像有裹一层淡淡的糖 因为有一点点黏黏的 真正厉害的丹麦甜甜圈 它就是长这样 因为里面会非常的松 你吃起来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QQ有嚼劲 但是又不会说是很硬的那种 甜甜的刚刚好耶 为什么我觉得吃完好想再吃一个 开琴 这画面太美 食物太梦幻 我也好想偷在这一下午 但听说店里还有客制化的冰淇淋 不如继续来吃吃吃 你们看 这就是他们店里面的创意双情 是不是很梦幻很漂亮 那其实这一只啊 它是独角兽造型 除了独角兽造型之外 它还有另外两种 就是美人鱼还有爱丽丝啊 你看这只 它除了有脚之外 还有两个耳朵跟两个翅膀 我真的是 好不想把它吃掉舍不得 除了这之外呢 其实它上面还有这一个啊 爱心小脆皮饼干 它是可以客制化自己加上去 那它的材料呢 其实就跟这个皮是一样的 可是看上去呢 就会觉得很可爱 那我们来试试看双情 我会说 好的双情就是要入口即化 你吃不到任何那种很狗的感觉 而且它牛奶味真的很重 因为它是用90%纽西兰的牛奶 所以满口呢 都是很香的奶味 但是你又不会觉得说它很甜 这真的好适合女生吃喔 而且你现在看到的全部啊 除了这张纸之外 都是可以吃进去的喔 有没有听到 超级脆 它其实呢就是饼干 然后上面再加一层淡淡的巧克力 还有彩色麦片 可是吃起来呢 也是满满足自己的同心的 所以这间店啊 你就可以直接感受到什么叫做 就是这种感觉 非常满足